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便手头上有多款产品的用户来选择 连接后长按home键 可以看到快捷菜单的音量下面多了个设备名称 在主机模式下音量调节也可以用了 耳机锻炼时Suite会自动静音 国皇和Lite这次也都同步进行了更新 不过实际使用中还是有几点去留意 我测试了手头上差不多所有的音频产品 他们都能用 但部分产品匹配成功后 自动连接会不太稳 有时得进设置里手动点一下 另外耳机端调节音量是不利的 能调 但Suite系统端不会显示出来 后面我会详细讲一下这些产品的测试体验 先看老任自己官方列出的注意事项 我结合实际经验一个个来解释一下 第一 当连接蓝牙音频时 最多只能使用两个无线手柄 这点大家用掌机模式当然完全没影响 而当桌面或主机模式下 有多人游戏的需求时 可以连接两个无线手柄 但第三个就会提示和蓝牙音频有冲突 其实一般情况下有人一起玩 蓝牙耳机道用处不大 不过确实会考虑到有一种情况 即在户外场地 因为Switch的外放音质一般而使用蓝牙音箱 这种基本都是桌面模式 如果两人以上 可以用3.5毫米音频线来连接 也能解决需求 第二点 本地连接时 蓝牙音频的连接将会断开 这里指的是一台以上Switch进行面联 面联较多的朋友可能会有经验 Switch在人和无线设备较多的环境中面联 比较容易受干扰 不过考虑到和前面一样的情况 有人一起玩时 蓝牙音频确实没多大的需求 第三 无法使用蓝牙麦克风 这个不难理解 而第四点 可得展开好好说说了 根据使用的蓝牙音频 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延迟 事实上 在以前大家要连蓝牙设备 就得用第三方的适配器时 主流产品也会有延迟 但非常低 而Switch原生蓝牙连接体验到底如何 别急 接下来我用手头上不同品牌 不同年代的产品 一个个来聊一下 大家有要补充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多多留言 以方便有需求的机友们 首先是无线耳机中 大家相对最熟悉的苹果AirPods 我用的是第二弹 所谓就在设置中进入蓝牙设备搜索 AirPods长按充电盒背后的按钮就能匹配 但自动连接得看情况 大部分时候开盖就能连上 有时候就是不行 得设置你手动点一下 估计日后更新 可能会解决这种稳定性的问题 游戏中有能感受到的低延迟 一般类型问题不大 应有低难度也行 高难度还是太太平平拥有限吧 或是游戏中能设置判定的也OK 因为不是入耳也没主动降噪 AirPods在户外配Switch用 可能音量会偏小些 当然这也不是它的主要用途 另外就身边几位用AirPods Pro的朋友反馈 自动连接的问题和延迟都基本差不多 Pro的降噪通透模式可以用 下一副是我目前还在用的产品中 最老的一款大法加一百兵 匹配没问题 实体降噪开关和音量调节都可以用 自动连接的问题一样 这款也有可察觉的轻微延迟 同样玩一般类型游戏 算在可接受范围内 音游会比较明显 而根据身边用索尼1000XM3 头代款的朋友反馈 延迟也有 自动连接试了几次都很灵敏 去留意触摸式音量调节的幅度很小 需要多划几下才会感受到变化 它的深海CX400BT延迟和XM3情况差不多 顺带一提 经它测试 XM3 大馒头 QC35第二代的降噪功能都正常 而后两款的延迟 感受上比XM3要低 QC352的蓝牙协议是4.2 但延迟貌似最好 另外还有Machelle的Stockwell 2蓝牙音箱 这4款产品都是实体音量调节 使用没问题 自动连接试下来也OK 第三个是我前不久刚入手的博士降噪豆 凭借这个体积下不错的听感 配戴安心的鲨鱼鳍 降噪效果和续航带来综合体验 它也成了我近期只要一出门 就必带了随身设备 匹配和自动连接都蛮灵敏 使用时取下任意一边会关闭降噪 待会后自动恢复 延迟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和前面差不多 好吧 其实我自用和全部问下来的产品 都有延迟 无非高或低 而且本来就很细微 根据用户感受又会不同 助掌机模式下也有差别 这个很难量化 我只能大致描述下 大家做个参考就好 接下来的哈克觉醒真无线耳机 是一个多月前老观众发个药的朋友 所在公司赠送试用的 它也是我手头上所有产品 按实际售价来算最实惠的一款 原本这副因为采用了耳挂式设计 佩戴非常牢固 我是拿来慢跑时用的 这回它倒出乎意料的有几个特点 和Switch更新后能契合起来 正好可以说一下 哈克的耳机充电盒比博士略厚一点 但整体尺寸小了很多 而且十分的圆润 它的磁吸式开盒实际用起来 也比我先后买过两款博士产品的实体按键更方便些 另外它还附带了小收纳袋 和5副被用耳栽可选 匹配和自动连接经实测没问题 而这款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在连接后双击右耳的触摸按键 可以开启低延迟游戏模式 Switch可用 并会有Game On的提示音确认 开启后在音游中的效果特别明显 不夸张的讲 在我前后测试的一堆音频设备里 它的操作延迟感最低 而触摸式音量调节 因为是分别长按两边的耳机 幅度变化会比滑动明显 这个也很好用 由于定位是运动无线耳机 它的低频部分不如博士那款 而且没有主动降噪 不过价位也确实摆在这里 内部的10毫米DLC类钻石振膜 配合日本进口纯铜线圈 总体音质和解析度还是可以的 续航时间也很OK 我因为自己不玩手游 从没想过这幅除了跑步外 还能在其他地方拍上用场 这回Switch更新 正好能发挥它的低延迟模式 我手上的耳机讲完了 再接着来看音箱类设备 不过得先打个招呼 都是老古董哦 第一个是B&L1 A2 当时我纯看上它的外形 配色和皮质挂身设计 配合两边都有单元 放在家里做一个又能摆设 又能放放背景音乐的小音箱很适合 配对没问题 自动连接测试下来 大多时候OK 但有时会不灵 外放用音箱 音质和声场效果 当然都会有明显的提升 不过它的延迟感 也是我自己设备中最明显的一个 第二款是JBL的肩带式音箱 这种产品属于无线耳机和音箱之间 定位比较特殊 我是用来在室内环境 既想有比较好的音质和一定环耀声场 用着随时听到周围人找我 它的匹配和自动连接也没问题 延迟感比B&O A2要好一些 最后是支持蓝牙连接家庭影院和回音币 但需注意 Switch只有主机模式下 在设置电视机输出中可以开启环绕 蓝牙输出并未说明 我拿现有的博士520和YAMAHA YS106都试了一下 连接没问题 除了距离原因 也可能是我手头上的音箱产品都比较老 反正延迟感都比耳机类明显 目前测试下来 手下蓝牙音频产品的匹配都可以 自动连接有概率不太稳 功能方面需要语音注射的就不用讲了 音频产品本身自带的 例如主动降噪 或前面哈克觉醒的游戏模式 连接Switch依旧可用 因为我朋友的败亚动力肋骨ANC 连接后没识别AAC或ATPX编码 有可能Switch采用的是SBC方式 延迟还是有 这点包括音质上 都没有通过品质好些蓝牙试配器 或主机模式下 连接2.4G无线游戏耳机的效果要好 但好歹原生又方便又不用买 而且蓝牙绝对比游戏专用耳机的通用性强 无论如何 Switch原生能支持蓝牙音频 会给不少机友们带来方便 4年了 这期视频毕竟我自己的设备有限 还是那句话 得请大家多多补充 为之后要选购蓝牙产品的朋友们 带来更多的参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